食物經驗 各位學員,大家好 今天我是延續院的經營講座 溫國威、溫老師 今天很高興透過影片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教學經驗 老師本身是在 食物上已經將近有20年的 食物經驗 所以在延續院的部分都是講食物的操作經驗為主 那講題大部分都是在 總體經濟的分析 要不然就是股票的投資 或者是股票的隱身性金融商品 像全鎮、基金、科專公司債 還有一些期貨、選擇權的操作 另外在外匯的部分也是 常常學員指定講座的一個題目 那在這部分的話學習的經驗很多 那老師今天就把一些 實用的技術分析來跟各位做分享 那我們今天開始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實用的技術分析 那這個技術分析是王力宏的 王力宏的操作法 也是老師的經驗的累積 那在這邊跟各位做分享這樣子 那我想各位在做投資一定會常常在市面上 或是書本上會看到一些投資的方式 那事實上在股權或股票的投資的部分的話 事實上股外部就是要去注意這些基本面 經濟面、技術面、籌碼面跟題材面的投資 那在投資的選擇的部分的話 有些人會專門做基本面的投資 有些人會追蹤籌碼 有些人會專注在技術面的分析 那有些人會專注題材的發酵點 那事實上這些在基本面、技術面、籌碼面跟題材面的分析上 事實上是缺一不可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老師的書今天就是本上會貫通 那希望可以跟各位分享 那在基本面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談論的就是 就是比較屬於總體經濟方面 大概就是全球的總金 那還有國內的經濟的部分 那不外乎就是GDP跟PMI 一些經濟指標指數的反應 來去看一個趨勢 那產業的趨勢的部分的話 就看一些有沒有殺手級的商品 或者是這個產業有沒有一些技術進步的地方 它可以提供公司在營運上面有一些轉機 或者是正面的一個方向 我想可以增加它的財務的一些EPS的增長 那這些也都會讓股價有增長的可能性 那另外在個別的這個基本面的話 就看個別的公司的股票的財務面 基本的財務面 包括它的營收 它的EPS的增長 我想這大家都看得清楚 可是呢 有時候在基本面的投資的部分 你不知道我什麼時候要去買 我看到一支股票它是 一家公司是基本面營收很好的公司 可是它的股票卻是漲不動 那這基本面很好 有時候是發酵點比較慢 這時候我們就從其他的介面來進行切入 那當然前提都是在基本面的分析上面 要去做足基本的功課 那跟基本面比較有關的話 我們會比較切入這個籌碼面的部分 因為籌碼面的部分算是法人 法人基諾他屬於他的願意買這支股票 那他願意買這支股票 他的底有一定很多 那不外露在他的基本面 因為像法人 像三大法人外資、投信、自行商 最主要都是用有一些研究機 他們有一些研究的單位 研究員去做一些基本面的一個研究 或是公司的採訪或是做財務的預估 所以這個部分只要是 三大法人他事實上有買的一個個股 事實上在基本面的部分的話 就可以省去我們很多在個別投資上面的困擾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去找一家公司的基本面 可是我對於整個財務的分析 或是能力沒有那麼好 或是資訊收集的對稱性可能有一些落後 那就沒辦法去取得最近的資訊 事實上在三大法人買超的股票裡面 事實上隱含的背後 他就是基本面得到法人的認同 才會去買 那法院因為一偷突前 他去做這支股票比較中長線的投資 那理論上應該有他基本面的支撐 所以這也可以省去我們在基本面的一些 在搜尋研究上面的一些困擾 那另外在技術面的話 就是市場市我們可以去進行一個 有些股票他喜歡 有些人他喜歡做短 有些人就要報長 或長期做投資 那這些都可以從技術面去搭配基本面 那技術面也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黃綠紅的操作法 那另外在消息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事實上是很側重在一些展覽 或是時事的分析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總金的趨勢 那這些都是構成題材裡面發酵的一個發酵點 或是一個股票要上漲的一個攻擊點 那在這個題材裡面比較注重的事實上就是重要的展覽 因為現在有很多科技展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自動化設備的展覽 事實上都如火如荼的進行 像在6月份就會有6月1號 6月2號這邊部分 陸陸續都有光電展跟碳門展 還有一些蘋果開發商大位 那這些事實上只要是展覽 會有這種蘋果的開發商大位 這項事實上都是屬於這個媒體 它所追蹤的一個焦點 因為它就是要報導最新的訊息 給這個月聽人來使用 所以在這個展覽的部分的話 牽扯到的這些個股的股票 它就有機會成為一個發動點 那在這個整個基本面 技術面跟籌碼面 消息面的配合之下呢 做股票就會相當的輕鬆 所以我們現在在基本面配合籌碼面 題材面做一個資金發酵的股價引動點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技術面 到底這一次引動 它有可能是屬於長波段或是短線的操作呢 這時候就要看技術分析 那技術分析有人會覺得有效 有人會覺得無效 那以老師的經營來講 這是技術分析事實上 它事實上是很多現在的投資者 他都是在用的 尤其是像電視上的分析師 或是一些外資法人的觀點 或是投信 他們也是都使用技術分析 來做一些投資的決策 當作是買金賣出點 因為在基本面 事實上基本面好的公司 有些是不會馬上漲的 那有些基本面好的公司 一旦它發酵 它就開始往上漲 那它往上漲會有一些現象 就是透過量價的一個技術分析 來進行這個操作 那今天很高興 就是老師在這邊 把我十幾年的經驗 累積成一個黃綠紅的操作方法 跟各位來做分享 那這個黃綠紅的操作法 它事實上是老師長久以來 使用的一種操作方法 那這個實用技術分析裡面的 黃綠紅操作法 它到底是什麼呢 黃綠紅操作法 事實上是一種趨勢的研判 那當然講到趨勢 不外乎就是透過均線的確定 所以呢 在黃綠紅的操作法裡面呢 我們就使用了比較中長天期的一個均線的設定 來進行這個趨勢的研判 那如果趨勢的研判是多頭排列 當然就是有機會可以讓我們進行這個獲利的部分 那如果是空頭排列的話 因為它會平創新低 所以呢 你在怎麼買它的股票呢 事實上不容易賺到它的錢 所以趨勢確實是 在一個技術分析裡面 趨勢的確認確實是很重要的一個 長線波段的一個進場的方式的研判之一 那這裡就是黃綠紅操作法本身的精神 那黃綠紅操作法這個部分事實上在 它講穿的很簡單 它就是趨勢的研判 只要趨勢是對的 我怎麼做股票 事實上都有機會讓我們獲利 可是只要趨勢不對 你去做它 反而它是下跌 你賠錢的機會就很高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原則 那黃綠紅操作法它可以使用在各種不同的投資工具上面 比如說基金的部分 它就可以如果趨勢是形成多頭排列 我們就可以買它的基金 買這檔股票型基金 那如果像整個大盤的研判 或是個股的研判 甚至連外匯的研判 都可以使用黃綠紅的操作法 那像一般隱身性金融商品 像權證或者是一些原物料的黃金行情 或是大盤的指數 國外的指數都可以使用趨勢來進行研判 尤其是這個科長公司在它 因為它是跟著母股走 母股就是個股 那如果個股往上漲 這個科長公司在價值就相當的高 所以老師在研訓院這邊開的課 大部分都是以這個技術分析使用的為主 那你去研判這個趨勢之外 什麼時候是買進的發動點 那當然可以有剛講的題材面 還有什麼時候是噴出 什麼時候會轉弱 什麼時候會開始進行這個修正的整理的狀況 什麼時候是整理的末端 那什麼時候是有機會是做噴出段 這些都是可以從黃綠紅操作法來進行 大概的一定的認識跟了解 好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